每一位职业棋手,都以自己的职业为骄傲,以能与围棋终生相伴为最大快乐。 可是竞技围棋同样充满残酷,当一名棋手连续遭受失败打击,也会深感无奈,曹勋炫就曾在遭受爱徒李昌搞反复折磨后常叹,下围棋真没意思。 新一届LG杯预选赛,正如火如荼,不禁回想起那些年,在LG杯上反复碰撞的几对大骑士,有趣的是,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战绩,基本是一编导,就整个职业生涯来看,一方也往往是另一方的苦手。 LG杯历史上,有几对著名的冤家备手,他们宿命般的碰撞点燃LG杯最激情的火光。 曹勋炫与赵志勋 LG杯创办于1996年,前身是韩国国内骑战LG杯骑王战。 首届LG杯的参赛人数,颇为独特31人,这是因为末代第二十届韩国骑王战冠军曹勋炫,被列为第一届世界LG杯的唯一种自选手,直接进入第二轮,其他30人捉对厮杀。 当时上雄剧日本第一人宝座的赵志勋,首战淘汰韩国张秀英九段,四轮抽仙,直奔曹勋炫正前,顿时台上台下一片哗然。 曹勋炫VS赵志勋,这是韩国骑戒均久不摔的话题。 这两位昔日的天才少年,在学艺之路上,画出了不同的轨迹,一个在日本,一个在韩国,都开辟了自己的铁血王朝。 如果勋炫留在日本,或者如果志勋回到韩国,这样的假设被无数次提起。 两人都是韩国围棋的骄傲,谁更胜一筹呢? 时空轮转,答案也会有所不同。 在日本围棋天下第一的时候,曹勋炫被赵志勋的光芒,压挤到角落的一眼之中,1980年底到1981年初,夺得日本名人头衔而荣归故国的赵志勋,与曹勋炫进行了特别三番棋对抗,赵志勋2比0亲取,极大打击了曹勋炫和韩国围棋的自信。 而世界职业围棋大赛创办之后,1989年结束的第一届英式杯曹勋炫夺冠,风向逆转。 1991年曹勋炫在日韩快骑冠军队抗赛上2比0战胜赵志勋,1992年他又在第四届亚洲电视快骑赛首轮击败这位强敌,曹勋炫已被更多韩国旗迷认可。 究竟孰强孰弱?世界大赛上的拔剑相像是两人对决的最好场景,1996年6月27日,第一届LG杯第二轮,这一战终于来了。 这盘旗直黑的曹勋炫,既出大模样战法,曾无数次冲破武功正术宇宙流的赵志勋,以四个角的时空看衡。 但屡屡受挫于武功的曹勋炫,面对赵志勋却表现得更为飘悍,处处施压。 两大高手互不相让,都围出巨空,仅185手就收完所有墓术,黑胜一幕半,曹勋炫闯过雄关,可以彻底效对以往的沧桑了。 第一届LG杯第二轮,黑,曹勋炫九段,白,赵志勋九段,共185手。 黑一幕半胜。 对局日期,1996年6月27日。 对局地点,韩国首尔。 想不到的是,这只是两人LG杯原法的开始,一年之后,第二届LG杯第二轮,曹勋炫与赵志勋再度狭路相逢,依然是曹勋炫胜出。 第三届,第四届LG杯二人错身而过,第五届再续前缘,还是第二轮,还是曹勋炫胜。 第六届,历史重演,第二轮,曹勋炫胜,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围棋之神每年偷懒,直接Ctrl-C再Ctrl-V一个结果给我们。 第七届情况依然,唯一的区别是,此前四次相遇,都是曹勋炫之黑,这一回是赵志勋的黑棋。 五次在第二轮受挫于曹勋炫,赵志勋的LG杯之路充满苦涩。 这期间,他还在2000年的第十三届富士通杯第二轮被曹勋炫淘汰。 从1992年第四届亚洲电视快骑赛到2002年第七届LG杯,赵志勋在国际大赛中,面对曹勋炫期战权败,看来要想在世界大赛上有所作为,他就必须跨越这座高山。 2003年的第八届三星杯八强战上,赵志勋终于击败曹勋炫,并且最终夺冠,算是了解LG杯之伤痛了。 赵志勋与曹勋炫孰强孰弱其实并没有答案,但在LG杯上,确实是老曹战进了上风。 曹勋炫和赵志勋都是一代传奇。 李昌稿与马小春。 LG杯上曹勋炫是赵志勋的天敌,更加宿命的一对是李昌稿和马小春,惨烈之状有有过之。 第一届LG杯马小春状态良好,直闯四翔,但半决赛遭遇李昌稿,中坛败北。 那是1996年,马小春的东阳证券杯,富士通杯双冠,都是现在李昌稿手中,苦手之说开始风行。 第二届LG杯两人的对决提前到了八强战,马小春再度落败。 第三届则是两人的决赛PK,同一时段进行的三星杯决赛,也是他们的舞台。 结果在三星杯上膝败的马小春勒不住缰绳,LG杯连吞三弹。 惨痛并未结束,第四届LG杯八强战,马小春半目告负,对手还是李昌稿。 第五届的八强战于巴黎举行,在浪漫之都马小春,仍难逃李昌稿的魔掌。 至此,五届LG杯马小春,只败给了李昌稿一个人,但一共输了七盘棋,此中煽痛叫人如何言说。 第三届LG杯决赛李昌稿完胜马小春,李适时与长浩。 马小春与李昌稿后,在LG杯上缘分甚深的中涵点尖高手,是长浩与李适时。 当初封华盖世的不败少年李适时初次登陵世界大赛舞台,就是在第二届LG杯上,结果首战级遭遇长浩,被淘汰出局。 三年后,小李卷土重来,于第五届LG杯上还设长浩一剑,复仇拉开序幕。 此后数年浮沉,直到第十一届LG杯,两人首轮重逢,李适时胜出,显示自己已经在这场顶级对抗中占据了上风。 第十二届LG杯第一轮,又是李适时淘汰长浩,这项世界大赛上两人的总比分定格为3比1。 长 梅 马适时,曾两次在世,赛决赛第二届,杯第二,卡杯决赛。 于,适时,增牙正式比赛。 正时,曾十一连败,苦不堪。 李适时也是长浩的生涯苦手。 鼓励与李适时,李适时在LG杯上也有苦手,那就是与他并称绝在双胶的鼓励。 尽管两人生涯总战绩难分先制,但李适时在LG杯上面对鼓励时总是难求一胜。 2005年,第十届LG杯半决赛,双胶狭路相逢,鼓励直黑中盘获胜,决赛阻止了陈耀叶的大逆转,夺得自己第一个世界冠军。 2009年第十三届LG杯,鼓励相约决赛,被韩国媒体渲染为4000年第一债,鼓励奋勇2比0取胜,拿下自己第二个LG杯冠军。 2010年第十五届LG杯首轮,鼓励在秦李适时。 六年之后,第21届LG杯第一轮,鼓励又一次将老对手跳落拿下。 两大高手五次LG杯碰撞,鼓励竟然保持全胜。 本届LG杯两人都出战域选赛,小李早早被淘汰,鼓励已经挺进小组四强, 不知道他们以后还有没有机会,在这个舞台上一决高低。 4000年第一战,鼓励挫败小李。 此外,李昌稿与李适时在LG杯上十次交锋,包括两次五三胜负决赛。 李昌稿三比二胜一次,一比三负一次,总成绩五胜五负。 这是迄今LG杯上两名其手交手最多的记录,两大传奇评分秋色,也是最合理的结局。 第七届LG杯决赛小李跳落大李。 李昌稿对刘昌赫在LG杯上四胜二负,大李一次决赛三比零零封老贺, 但两次在半决赛上受阻,而那两次决赛刘昌赫,分别输给了王力成和于斌,令韩国奇迷大感郁闷。 王力成与刘昌赫在LG杯上战成三比三一次决赛三比二胜, 于斌对刘昌赫是三比二一次决赛三比一胜,刘昌赫对曹勋炫是三比二一次决赛三比二胜。 当今中韩最强起手柯杰和朴婷环,迄今只在LG杯上交手过一次, 2016年第21届十六强战朴婷环获胜。 道士陈耀叶对朴婷环二胜一负,第十五,十八届胜,第十九届负, 第21届LG杯,柯杰不敌朴婷环。